11月26日,朱一龙获金莲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消息登上热搜 据悉,这次朱一龙是凭借《风暴》提名的最佳男主角 《风暴》是由李俊指导朱一龙、黄志忠、陈述、焦俊燕领衔主演的剧情灾难电影 朱一龙在电影中饰演爆破研究室主任洪一周 总结一下朱一龙今年的电影成绩 他在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中饰演的叶子杨 获得了第1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 在电影《人生大事》中饰演的莫三妹 获得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在《风暴》中饰演的红一周 也获得了第14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提名 这么优秀的成绩无不反映着他的进步和努力 说实话他不是一个流量明星或者流量演员 在他的从业生涯里 他致始至终都是把自己标榜为一名普通的演员 他一直都在钻研演戏 他的演技是真的剧抛式的 妥妥的剧抛脸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性格特点演绎得非常好 这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演分有很多 但是他的演技分也不少 真的除了赞叹没别的了 他与戏中的角色是互相成就的 起因他更精彩 他因戏更生动 据了解 朱一龙在拍摄《风暴》时 从山坡上滚下去了17次 这样能吃苦的演员提名即是对他的肯定 一直以来朱一龙都是在用作品说话 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角色 提名真的是实至名归 恭喜朱一龙 希望他能越来越好 带给观众们更多好的作品